手撕面包如此诱惑作为吃货的我 怎能抵挡住它的魅力呢 看 包炉长翼 以上材料打至扩张状态加入黄油 打出手套模放冰箱冷冻半个小时 取出面团压平 如果有气泡的话要用小牙签给它挑破 擀成大约32x16的一个长方形 包入黄油片 往两边擀开擀成长为50厘米的面皮 然后像饰瓶这样折叠起来 再进行对折 包上保鲜膜 放入冷冻层冷冻20分钟 20分钟以后 取出面团继续压平 擀成长38x16的长方形 扫去多余的面粉 再进行一次Book4折叠 我嫌麻烦就不去头去尾了 上保鲜膜冷冻20分钟 20分钟以后 终于进行最后一步 拿出面团 擀成一块长38 宽16厘米的面皮 因为没有两个6寸的模具 所以我放了4个4寸的模具 所以分割的时候 横割比较好 不要像我这样竖切 然后形状呢 大概就是用两条 凹成一个爱心形 又或者是这样子互补形 进行二次发酵 发酵好的面团刷上鸡蛋液 烤箱160度烤30分钟 在烤制的过程 我们来制作糖水 水15克 白糖20克 水煮沸白糖融化即可 面包一出炉 立马刷上糖水 看着金灿灿的颜色 我的口水啊 我是米雪儿 一名喜欢在家导弄吃的美食爱好者 小期再会拜拜